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 很有夏日的气氛 Long Hot Summer Days 保罗班克斯的歌曲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有关于猴子的事情 这是火星爷爷的一篇文章 你听了一定有一些启发的 他说我打算 假设你打算训练一批猴子 在舞台上玩火还有杂耍 那么有两件事情要做 就请你判断一下 也就是说 一个是训练猴子 一个是搭建舞台 那真正的关键是哪一个呢 要先做哪一个 是搭建舞台吗 还是训练猴子 我相信如果一般人 只要有一点点思考力的话 一定不会先选搭建舞台 因为呢 训练不出猴子来 舞台呢 就算是大巨蛋也没有用 可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决策的时候 常常是不先训练猴子 而先搭建舞台 然后到最后你就搞砸了 你有没有觉得理财也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啊 你没有去训练你自己的脑袋 但是呢 你已经领了退休金了 或者是你有一笔钱了 你就在想说我要投哪里 那个就是你的舞台 但是如果你的猴子没训练出来 舞台哦 就是搭的再富力弹簧 你最终还会失败 可是问题是 其实人大部分会先做具体的东西 就先做那个行动 搭舞台 虽然很容易看得到成果 很引诱别人 可是呢 搭舞台是一个问题 因为沉默成本的效应 就是你开始投入一些东西之后 你就会承诺升高 承诺升高就是你会越投越多 其实之前的赛马会骗局 还有现在的很多的诈骗 都用的是这一招 你会发现 怎么被骗的人先投个五十万 再来五十万 再来一百五十万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 当然他前面会给你一些甜头 你就会相信说 他把利息都给我了 这不会是假的吧 那么他把利息都给你 其实我知道现在的诈骗集团 也有扣打的 什么叫做扣打呢 就是他有一些额度 他可以先给你一些甜头 试试看 为了要用鱼耳来钓你这只 大鱼 那如果超出这个甜头 你还没有上当 或没有上大当 他算一算他的成本 他可能放弃 好刚刚讲到了搭舞台 还有训练猴子 那有些时候 你先搭了舞台 最后呢 才训练那个猴子 你就会把人生葬送在 你刚好养的这批 没有前途的猴子上面了 然后火星爷爷说 那你的木志明上就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叫猴子玩火的人 他葬送所有的青春 那所以呢 要怎么办呢 其实人呢 我后来发现了 就年纪慢慢变大之后 其实我并没有变笨 我变得比较聪明 绝对不是记忆力变得比较好 而是决策能力比较强 当我做一个决议的时候 我会先去想 那个关键要素是什么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会只做细节 因为细节是以后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呢 就先注意到了细节了 我还可以再举另外一个形容词 也就是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要考大考的学生 那么 可是呢 你又有一些洁癖 没有办法容忍地板上的头发 偏偏你又很会掉头发 那这种状况下 你很可能就是 离大考时间也很近了 你没有去准备明天的考试 可是呢 你只要看到地上 有掉一根头发 你就去剪一下 最后大的事都没有做好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的生活 会让我们去关注细节 可是你要先想一想 什么才是关键的成功因素 比如刚刚那个例子 猴子训练不成 你就该停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画面的问题 那你那个舞台 就算你傻傻的先盖了 那你也得放弃 那其实你有没有想到 这些也有点像婚姻 那很多人会感叹 就是一刚开始舞台搭错了嘛 就为了走入婚姻 你可能已经嫁不对人 然后后来呢 你要再训练那只猴子 把他改成适合你的人 你觉得这样容易吗 这样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如果你真的 那个人找对了 后来再来搭建所有的东西 那么一切呢 就会变得比较顺理成章了 这里也有讲到一个话题 叫做沉默成本 沉默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对未来没有影响的事情 你最好放弃 或者是你再怎么救 都救不起来的事情 那么你就不要再纠结了 当然呢 如果对未来有关系 那你现在要很谨慎的做决策 但是很多人呢 常常在去烦恼一些 过去已经丢在水里的东西 比如说沉默成本 有很多效应 你曾经在股票里赔过钱 然后后来呢 你没有去研究 其实是猴子训练不好 而不是那个舞台不对 结果你就开始说 我的命就是没有办法赚这个钱 那就放弃了许多事 当然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去炒作股票 而是你对任何事情到了现代 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看法 而不是只托诸于命运 或者是只要受伤了 那你就不去向前 只要受伤 或者是只要一件事情有挫折感 你就不想做的人 其实将来的成功度是很有限的 有时候我觉得 现在我是一个 就升高1的小孩的妈妈 我觉得他们的升学压力 比如在国内嘛 我们既然选择在国内读书 压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啊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在未来AI时代 都会变沉默成本 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老朋友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廖宇奇 再谈谈 夏日呢 在健康保健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其实现在问题很多 昨天我才看到一个 56公尺的豪华游艇 掉下去的消息 结果英国的比尔盖茨 这个富豪 跟他女儿就 今天早上尸体就被找到了 昨天吧 真的假的 是 我还没看到这个新闻呢 就是还蛮新的新闻 他只是在海上开那个 西西里岛附近 开一个大的party 就遇到那个水里的龙卷风 就那种船还卡在下面50公尺处 那很深耶 那当然 所以潜水员也很难救 所以有些时候 就是 就平安比拥有豪华游艇还重要 但那也是属于运气不好 对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 夏天的问题 其实最近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在健康方面 新冠又开始流行了 对吧 因为天气热了 病毒就活药 这次的新冠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一定是那个病毒 病毒株变异啊 就跟流感一样啊 可是他现在就是变成流感了 是 他就是感冒化了嘛 流感化了 所以其实也不会太严重啦 还是因为都没有报道 其实因为症状没有很严重 我在上个月在瑞士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同学 他后来就有一天没上课 然后后来问他就说 应该是新冠 他自己感觉啊 对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试剂 但是大陆的新冠的不知道第几波 已经流行了很久 那他是从上海过来的 所以他说他得了新冠 但是差不多到第二天 我也开始喉咙里面觉得 KK 然后很骚痒 他一直流鼻水 我也觉得应该是新冠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试剂 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四天就好了 对因为一直流鼻水 其实也是病毒感染几率很大 就只要那个流鼻水症状出来 通常就是流感 所以身体很好了啦 四天就好了 不是哦 我又努力哦 比如说我手上没有药 那你就要用那个 我就开始做自我保健 什么益生菌 多糖体也要 纸椎花多糖体 那个维生素C喷喉咙的啦 风胶啦 因为把手上能用的 全素用上 那后来真的是第四天 而且你看我拍照照拍 或怎么样 完全看不出来 就看不出来说 是刚开始第二天 那个鼻水一直流失 真的不舒服 但后来很快的就好 其实病毒感染啊 它就是在那个病毒 大量复制之前 你把它抑制住 其实它后面的症状 就会比较轻微 但是以前 我想那个病毒株 应该也没有那么严重 否则你看看 刚开始的时候 它一定要跟你搞个 你死我活 真的 现在它只是希望 传染率高一点而已 对啦 因为像我同事 有的都已经是 二次感染三次感染了 所以现在的大概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有时候流感是这样 有些人就突然会变得很严重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应该是自己的关系 自己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 还有就是他可能平常 比较没有做打底的动作 所以呢 有时候就是在发作 就像有些人 他可能平常都没有在感冒 平常都没有生一些病 可是呢 突然感冒一来 他的症状就非常的严重 可能有的还住院 可是平常如果小病不断的 事实上比较不会得到重症 为什么 因为身体他就是不断的 自己在免疫就对 对对对 自己会治愈嘛 然后自己的免疫力就会加强 他有得到启发嘛 所以偶尔得一次感染 也是一件好事情 对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小朋友也一样啊 就是完全平常都不生病的 我觉得也不是好事 偶尔一些小感冒 小发烧我觉得是好的 是但是偶尔 有的频率也太高了吧 尤其是上幼稚园 扫耳索的时候 到底什么要的频率 是还OK的 应该是说 像小朋友 我最常听到了 可能两三个月就一次 可是呢 一次都不会超过一个礼拜 然后不会太严重 这就是对的 对 是 但很多人会去看医生嘛 尤其现在你可能去嘉医科 就人山人海 事实上 如果没有觉得很严重 看不看应该无所谓吧 知识性的疗法 其实日本做过研究 他只是让你不要不舒服 没错 他做过研究 就是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其实你给药跟不给药 其实他都是一个礼拜会好 对那只是说你给药 会让他症状轻微一点 比较舒服一点 就是这样而已 是 因为这次的 我觉得很像类新冠 到了后来 其实最不舒服是 那个喉咙的灼热感 嗯 没错 对那给药大概也就是让你 不要感觉喉咙痛 对不要那么不舒服而已 嗯 那请问一下 如果你动不动 就一直给药 会造成什么状况 嗯 我不晓得 医生会给你抗生素嘛 对不对 比较好一点的医生 可能不会给抗生素治疗 因为啊 抗生素他一定要把疗程完成 是啊 可是我们国人 就是有时候可能一天两天 他觉得状况好一点了 他就自己停药 嗯 或者是呢 他没有依照医师的指示 一天吃三次吃四次 保持这个浓度 比如六个小时 四个小时要给药一次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造成抗药性 嗯 所以啊 我身体有个朋友啊 他姐姐就是要开膝盖 然后呢 结果他开下去之后就感染 感染之后 没办法 医生说他已经没有抗生素可以用了 因为他 为什么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滥用抗生素 因为抗生素其实蛮好用的 有一种叫做超级病菌 对对对 他到最后啊 那没办法 差点节肢耶 然后医生就说 这个没办法 因为他绝对是长时间造成的 就是乱给药 乱吃药造成的 所以如果你医生给你开抗生素 你万一吃了一颗 你就是要在那七天内 通常也没有开那么久 大概中间都叫你回去 至少有三天 对 一定要吃完 幸福好时光 今天来到的是优火原力的研发长廖玉琪 我们就来谈一谈 这个夏天其实问题真大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昨天呢 有一个朋友来找我 到了我的办公室 他说 哇 他其实办公室离我大概200公尺 走过来 这么近 而且他是一个个儿非常高 非常健壮的男士 他说我走来 我都觉得中间都快要没命了 因为虽然温度只有36度 可是他说体感温度之高 吓死人了 是 这种天气我都不太敢出来晃 不过好像我觉得台湾人已经习惯了 现在已经没有四季了 只有两季而已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那句话叫做好好珍惜这个夏天 它是你此生最凉的夏天 就是未来会越来越早啊 每年还会那个温度会再上升 是 好那这个夏天 假设你也被迫一定要在外面走路 其实我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就跟免疫力一样 我习惯了 这么热我还是可以出去跑五公里 然后跑得满头大汗 我不行 对 所以没有 这个要练的 所以我对于温度 我是不喜欢热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要叫我运动 我好像也从来没有什么中暑的现象 当然补充水分是重要的 那在夏天要怎么样去补充我们的 就是保健食品的营养 其实刚刚淡如姐讲到一个重点 那个水分 就是在补充保健食品营养之前 那个水分一定要充足 那偏偏很多人会以为他一天喝1000cc 1500cc 他会觉得已经够了 那其实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就可以自己计算你到底有没有喝够 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0到40cc 50公斤的人 你至少就是要喝1500以上 那我的扣打不是很多啊 那是淡如姐 那比如说 如果我80的话 而且我是讲一般 一般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冷气房里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到外面去 或者是在外面的工作者 那你就不是补充 体重乘以30 你可能要乘以40 或是更多一点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就是最基础的这个水分的这个充足一定要有 那再来就是保健品当然会嘛 然后在吃保健品之前 我还会建议就是说 可能在一般的食物上面我们要多摄取 比如说像瓜类 就是当季的水果 那它会比较凉 它不要说它是冷 就是比较凉 是瓜 比如说像菜瓜啦 丝瓜啦 什么香瓜啦 这些瓜类的东西呢 它是比较凉性的 事实上也可以补充 所以也不用管什么体质含不含 反正都这么热 它没有让你含到你会那个屁屁床 好所以那是不是还要补充某些化学元素 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嘛 为什么水分要充足 其实很直接的对应就是电解质 像我们流汗啊 我们的纳甲就会不平衡 或者是我们这个过度的运动 那可能有时候晚上脚就会抽筋 那事实上这个可能就是一些甲啦 钙啦 鎂啦 不平衡造成的 那这时候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喝一点点的盐水 那我们如果不晓得那个盐的比例要多少 那我们就是喝就是市售的这个电解质水 或是电解质粉泡水 那但是呢小朋友我们最常见到就是啊 那个一半水一半电解质 就是兑水喝就是稀释它 那事实上呢 坊间还有就是专门为小朋友做的电解质粉 好那它就是根据小朋友的需要 然后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每日饮食的建议量 应该也不用吧 不用是吧 不是我说这样很累吧 很累 就外面买个运动饮料 然后加一半水不就可以了吗 对但是 我是觉得这样很烦 因为外面的那个运动饮料 可能有的会糖分的问题啦 不过现在蛮好的 我看到市售产品 有些都是会强调它是低糖 或者是减糖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越来越方便了啦 而且现在有一些就长得像矿泉水的东西 里面就是把钠抽掉了 就是有钙跟镁 是那个就是矿物质水 对那其实矿物质 我们的取得不是太难 但是你如果说各种矿物质都要取得平衡 我是觉得因为我个人比较懒 我都是直接维他命矿物质 我就一颗就吞下去 对我就不用想那么多 其实大家都永远会寻求一个方便的方法 对对 然后最适合你自己的 总不能现在就为了补充钙 再叫你去炖大骨汤吧 大骨汤的钙反而没有很高 就是一般的大家都喜欢问要吃什么会好 其实后来就发现说这件事情不要问 因为吃是比较愉快的事情 但是吃什么都不会好 而且通常那个分量都不够 对因为我们现在外食很多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其实有很多消费者 他们也蛮注重健康的 那他们会问我们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那有时候啊就是问到他有时候在外面逛街 他会打电话进来 请问一下我现在看到什么 什么章鱼烧 那我可以吃吗 那利不利于我的体重控制 那里面的糖分是多少 淀粉值是多少 你都想吃了你还问 是然后呢最常 你都叫他不要吃啊 最常问的是小火锅 那我就会叫 我就会请他 他又不是这辈子第一次吃小火锅 对可是他为了要消灭他的那个 那个罪恶感 他说我是有得到你们同意的哦 所以呢我就会跟他讲说 啊你可能汤头怎么选择昆布汤 然后那个汤不要吃 那什么先汤一些青菜 丸子类的不要吃 那肉片不要选择五花牛 就是我们尽量会教他选择一些 他可以吃的食材 然后蔬菜先吃到饱再说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要这么认真就干脆不要吃 其实夏天是非常好减肥的季节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胃口比较差 你比上次看到我 我瘦了很多 是不是 有啦 我刚刚还在跟我同事讲 对 就是整个本来我的那个皮带 已经全部 我有一条 刚刚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皮带 已经扣不上了 但是离我的极限时期 连最前面的也扣不上吗 当然 前不久就最前面的一个 后来真的就扣不上 但是如果这时候你要承认说 我中年一定会胖 我跟你讲 人生就没有救了 可是我跟你说 我真的前几天看到我一个朋友 她真的就是更年期刚挺进没多久 她像吹气球一样 我知道 可是那个应该跟荷尔蒙的没有补充有关系 很多女性很怕补充荷尔蒙 结果就是怕得什么癌症 其实如果你家病没有什么遗传 没有遗传病史 家族病史 其实不用过度担心 结果在你不补充 有时候真的就是吹气球 其实荷尔蒙缺乏会有很多东西 我之前没有补充的时候 也被医生说 你不要以为你在跑步 你就不会骨子疏松 其实你比一般人差 我那时候才大惊失舌 才开始补充 大如姐 我上个月也有测我的骨密度 来你猜一看看 有多优秀就好 就是一副骄傲的样子 以我的年纪 我们等一下再来揭晓 其实你没有的很老 你还是六年级的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廖玉琪 连要不要吃火锅都要问别人 的确那背后的心理就是 想要减轻自己的罪恶感 但是其实那个答案很明显 他就是要叫你说 尽量吃没关系 我有时候很怕这种答案 那我就会先问说 那请问你自己心里的答案是什么 你希望我讲什么呢 因为问题本身已经透露他的心 因为姐很理性 所以你知道他背后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可是当下他可能不 他只是想找一个人来说 他有支持我这个论点 你如果跟他说 哎呀那火锅汤如果你选大骨汤就会增强盖子 他就会多喝三碗 请问你的骨密度有多好 我们正常是不是这个零到负一呢 是吧 我是负零点二 那这不好啊 很好了 为什么 我没有到 不是要跟童年龄比较吗 我是跟童年龄比啊 而且我在测谷密的时候 他还问我说你听进了没有 我就很骄傲跟他说 要负 那到零到负一嘛 对不对 哦对那不错 那因为中位数是负零点五耶 是啊 是吧 是吧 所以我是不是轻微的流失了 以我的年纪 嗯 那是因为你还没啊 还不是 如果你真的到更年期 我可以跟你讲 那才是一招定生 那个像溜滑梯是不是 是的 姐我跟你说 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我长期补充维生素D 我跟你说 维生素D要透过抽血才知道那个指数 那国人有六成到八成都是不足 然后呢 如果是至少要三十以上 四十是最理想的状态 可是你就只有靠补充 我看你很少晒太阳 像我是常常晒的 我没有在晒太阳啊 是啊 我的维生素D有四十一呢 其实我非常讨厌你们这种人 你这个就跟当时 那个经营科技的董事长 那个台大化学博士 他真的看起来骨头比我细 然后也是每天都在实验室里面工作 也没有在晒太阳 然后他代替我几岁 然后他有一天呢 他就听到几年前我去量骨质密度 说其实我比同年龄的人差 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时候 他也是像你一样很骄傲说 其实学姐我也没有运动啊 可是我的骨质密度很好 那你一定要吃D3哦 你看我只要乖乖吃就会好 后来他就也寄了一堆给我 当然贵公司也有啦 可是呢 好我后来就觉得说 那我都吃好吗 就是全部都吃 我是很久没有去量 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 我每天还跑5到10公里 我的膝盖真的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酸 或者是膝盖会觉得那种支撑不住的感觉 不知道是练的还是吃 我现在去抽鞋看看 你去抽鞋 一定相当良好 自我感觉良好 补充还是有用 你一直运动其实没有用 你以为你晒太阳有用 可是到某个年龄 连晒太阳竟然都没用 对而且我的维生素D 我不是吃400IU啊 我是吃2000IU 而且它是长期补充 我就从疫情来到现在 至少补充快四年了 2000IU是有多少 可是补充多了不是也会哪里硬化吗 哎呀我跟你说 因为这是非活性的D3 所以它是很安全的 它是储存在庭内 所以它叫D3 对对对 因为D有D1到D5 那通常我们比较看得到的 就是D2跟D3 那D2大概就是素食的 比如说菇类啦 这种植物性的 那D3就是从这个海鲜啦 肉类啦 这个活性比较高 那只是说 其实现在像我们的D有两种嘛 一种是羊毛子萃取的 一个是海藻萃取的 藻类萃取的 那都是D3 那它的活性是蛮好的 可是呢 它的生理状况叫做非活性的D3 就是说储存在体内 那你我们人体需要的时候 它就自行合成 来给我们使用 所以呢 你平常不用担心 那会吃到D3 活性的D3 通常都是洗身病人 肾脏不好的 它就会吃活性的D3 它的含量要更高 我其实现在就是在吃D3 是 我们吃的是非活性的啦 它是123了 但是现在因为所有的保健食品的D上面都写 比较好的厂牌都写D3 对 除非你有那个素食的需求啦 才会吃D2 那钙跟鎂 其实也是对骨头嘛 那为什么要D3 为什么钙鎂 光只有它不行 因为钙就是就是补充钙质嘛 可是钙质呢 它的吸收率是不好的 那它可能就是有时候吃到不好的钙还容易 幸福好时光 你说这钙如果吃多的就会脏气嘛 那只有钙根本没有用 对不对 对当然 D3是一个就是中间的吸收转化器 对没错 那其实除了D3以外还有K2嘛 那K2还有这个CPP 就是那个弱蛋白磷酸生态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钙质的转换 然后钙质呢 留在体内的一些营养素 所以通常D3里面 只要是比较新的科技 都会加上K2对不对 对因为通常其实台湾很 普遍来讲都是很 很习惯吃富方的保健食品 因为很多营养素 其实它放在一起 它的效果是加成的 那但是呢 在国外像美国 他们就是很流行的 就是单方的保健品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民情的不同吧 所以补充的习惯也不太一样 你看我现在包包里面掏出来 有什么 你应该都看得出来 有那个多糖提 多糖提白色那一颗吗 有Q10 是 还有有那个K2D3 是 但是你这样要吃五颗 我后来算一下不行 五颗是小case啊 难道我要跟你拼吗 我一个早上吃的 我可能吃完就觉得我都饱了 因为其实保健品就是 补充你需要的嘛 可是你这样不会 喂食道逆流 我发现如果我把很多段七八糟的 要一起吃 我都还要分段哦 不然很可能我也会受不了 因为它要消化溶解那么多东西 没错没错 所以呢属性相同的可以一起吃 不会互相影响的可以一起吃 好 像比如说维生素B跟C是水溶性的嘛 A D E K是子溶性的 那你子溶性的跟鱼油啦 这个零虾油啦 你这个就可以在饭后吃 帮助它吸收 所以D3最好是跟鱼油加在一起吃 或者是跟钙一起吃 那比如说早上起来可能就是B群啊C啊 抗氧化类的啊 帮助这个身体代谢循环的就可以一起吃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可能更符合大家想要知道 是 抗氧化类的水溶性早上吃 对 然后饭后就吃 所以你很 油溶性的 就像我这样就要带一小包放在包包里面 是 但是因为你这个小包的是很方便啊 可能我们一两天就吃完 但是如果你再放多一点的话 它的那个密封度可能不够 那比较容易受潮 我不会放那么久 这个它几天就吃完了 没几天然后就拿了 其实在欧洲的时候 你看加上搞不好感染了新冠 然后这个一整天的行程也都很疲惫 大概我也是靠保健食品 有让自己所以他们同学也会说 你每天其实精力都比我们好 其实我前阵子感冒嘛 然后呢我没有还没有去看医生 我想说我们就是多喝水 吃一些保健品嘛 那真的不行不舒服还是要看医生 那那时候我就吃那个纸醉花的那个水剂 因为纸醉花我们台湾的限量是900毫克一天 那我就不是只有用喷的 因为用喷的黏膜吸收是比较量比较少 那我就用喝的一天就是900毫克 我吃三天就好了 对所以我那一排有事 你把喷的拿来喝哦 也是可以啊 因为我们喷的那一罐是1750毫克 1750毫克 那我刚刚讲嘛 我们成人的限量一天是900毫克 所以你其实拿来喝 喝半瓶都很安全 其实它是比较像这种多糖体的 或者是保护力的产品 我以前真的不相信 可是后来当你就差不多喉咙散痒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还是有差 尤其你在国外根本没要医啊 对啊 但是我跟你分享一个那个纸醉花 纸醉花其实它就是对那个细菌跟病毒 它都是有帮助的 纸醉花是一种花吗 纸醉花是它就是菊花类的 纸醉菊 它是印第安的那个人 它们有时候在那个森林里面 如果被蛇咬 它们会把纸醉花咬一咬之后 就是敷在伤口上面 它可以抗菌嘛 所以它真正是取自于这种大自然的纸醉花 对对对 不是化学把它合成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呢那个我们前阵子有做猪流感 因为猪瘟 因为猪是经济动物嘛 那不能感冒的 它感冒它会传染给所有的猪嘛 那如果猪死掉的话就影响到那个 不过台湾好不容易从猪瘟里面证明 对对对对 温就是病毒啊 温疫就是病毒性的感染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拿紫醉花去做临床实验 在屏东 那它就是可以让猪的感冒 比如说咳嗽啦 流鼻涕的这个状况呢 得到缓解 然后呢会容易好 比较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猪 这个是真的有临床 那你用喝的都喝了几cc 你说 我没有 我是喝那个水剂 它一瓶是15cc 它里面就是900毫克的紫醉花 所以你就是15cc 一天在你的时候一瓶 对对对 那猪那么大只要喝 它是粉 它是粉 我们是货在那个饲料里 整瓶的 不是啦 要喝保龄球那么多吗 不是 它是粉 然后磨成粉 然后货在饲料里面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 台湾人对于保健食品的观念 也比较正面 以前会把它当药 对不对 那现在呢就会觉得说 它就是一种食物 其实那个小犬 小犬感冒 我也是会用那个针筒 弄一cc两cc喂它吃 它没那么乖 我也说喷在那个手上给它舔 它第一次会舔 第二次以后就不舔了 那我就会把它放在针筒里面喂它 我就发现它夜壳的状况好很多 对 就是这是一个把狗当成小孩再养的人 好那么 就有关于保健食品 其实很多女性 你有沒有发现 她们真正的开始接受保健食品 大部分都是要到更年期之后 真的觉得自己不太对 如果更年期之后 像吹气球一样 咻就胖起来 那请问 当然吃也一定是 对啊 因为它代谢变慢啊 对代谢变慢 不会平白胖嘛 对不对 对 那它其实又没有运动 它就只能接受 其实胖的时候我会讨厌自己 就是没有自信啊 我会瞪镜头 你会瞪镜头这么严重 我会瞪先生啦 先生都不敢讲些什么 对对对 但是像 其实瑞士的夏天是比台湾难挨的 所以回来我很高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不要以为那三明水秀 他们现在跟法国的奥运选手村一样 都是用水冷空调 那个答案就是一点也不冷 会有黏膩感吗 会 对 虽然它没有门测 但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好像看到冷气也得到救赎这样 所以水冷是真的很环保但不舒服的 那那时候事实上你的 就是说 但那也是一个减肥的很好的方式 反而现在夏天大家待在冷气室里 对 我正要讲这个东西 而且不是不好减以外 其实很容易中暑冷气中暑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室温调控 比如说25度26度 室温是舒服的嘛 那比较不容易流汗 可是如果你就是从外面进来 再从这边出去 它那个温差大的时候 你就容易冷气中暑 叫阴中暑 那一般热是热中暑嘛 所以它阴中暑跟热中暑是一样的 就是会发烧啊 不舒服啊 然后也是要补充电解质水分啊 这些都要 然后你可能从外面进来流汗 你要马上擦干 不然的话你从外面热毛细孔都张开 那你到冷气房毛细孔都缩起来 所以你整个热气就是锁在你的身体里面 人会更不舒服 好就是好好保养自己啦 就是现在呢 你都不用想那么多 答案就是台湾人平均躺七年 你如果在就是中晚年之后 把自己身体顾好 我觉得那就是最伟大的父爱跟母爱 真的 好谢谢优活原力的研发长 那请搜寻 那请搜寻